我冬了 我冬了 身为演员 面对每一个角色的时候 都感觉 就像遇见了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其实 刚才整段表演 我们一直都在忍住自己的眼泪 确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首先三位哥哥也都是电影人 电影人这三个字 在你们心中是一种 什么样的存在和理解 来 我们从张静哥哥 还是从你开始 我觉得电影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我一直追求的梦 我从小去练武术也是为了电影 进入这一行 从替身开始做 也是为了电影 现在一直坚持在拍电影 还是在这个梦里面 对 对 所以刚才 其实你一从这个玻璃 撞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艾拉姐姐 就是很心疼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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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回答的最多的就是没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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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静哥哥 志玲哥 我觉得主持人的 是因为我们真的都很高 那么我们最抱态的 很漂亮 我们最抱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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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丢地弱了 我们最抱态的 我们最抱态的 看得那么好还不好 你要怎么谦虚 我的职业是一个演员 演员的话 有时候让人很无奈的一点 当你照镜子的时候 可能你会不知道自己是谁 非常幸福的是 从六月份到现在 我踏踏实实什么事情没干 我当了四个月的自己 我们这个节目 其实代表了三样东西 张静哥他想表达的是 一个演员的经历 张静哥他想表达的是 作为一个演员的时光 一去不复返 然后我表达的是 一个演员和角色之间的拉扯感 非常荣幸可以能够跟大家 分享我们的这些东西 谢谢大家 嗨 我觉得 人生如戏嘛 我觉得电影其实就像人生一样 我认为我自己的人生 已经投放在我的演艺事业 我的青春都已经全给你们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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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志玲哥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在想 她把胡子染白了 游泳一姐姐在摇头 你想说什么 她真的是天然白了 她真的是把大青春给了这个事业 我刚刚很开心 很感动看到 金哥哥这样冲玻璃 然后说没事 然后影声一个人 坐在化妆桌 在看自己 智琳哥 自己在看以前的演出 我觉得很有画面 因为我们当演员的 很多事情好像 很丰富很精彩 其实我们很多事情 都是独自地去面对 所以谢谢你们 把很多画面带给我们 谢谢 确实也是因为 虽然我们是抓不住时光 我们依然想把最美的 最好的样子 奉献给所有的观众 当然这个行业 一定会有一些挣扎 会有一些矛盾 会有一些很难冲破的 一些障碍 但是有了这些宝贵的经历 相信我们呈现的是 更美好的作品 所以这是一封 给电影人的情书 谢谢三位哥哥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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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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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棒了 这个演出 把你的内心的一切都表达了 看懂我 送给你最后的 非常棒 我给你最后的 太棒了 一定明白 精凯歌 给你最后的 那也行动力 以上 表白 感谢观看